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要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日本传媒就报道 执政自民党计划月内就成立首相直属机构 以考证甲午战争之后的近代历史 内容会涉及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争议性的议题 南韩与日本救慰安妇的问题就举行了局长级的会议 但双方立场仍然有明显的差距 会议星期三在首尔召开 日本的外务省亚洲大洋州局长时间公博 与南韩外交部东北亚局长李湘德就出席了会议 据共同社报道 韩方重点提及慰安妇问题 要求日本明确国家责任而且进行道歉 争取尽快于年内解决 日方则维持根据1965年日韩协议重申问题已经解决 必要求拆除树立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 象征慰安妇问题的少女雕像 韩联社就报道 韩方强调 慰安妇问题是反人道的违法行为 不能够认同通过韩日协议便得到解决 又指慰安妇纪念碑是自由民间的自发设立 政府无权禁止 埃及总统塞西亲自到访早前发生空难的西奈半岛沙姆沙伊赫机场 检视机场的安检措施 塞西到达机场随即被大批的民众包围 他就表示当局会尽力的确保旅客安全 希望他们放心到埃及旅游 他又指出目前仍然未能确定空难的原因 但承诺调查结果是公开以及透明 一架俄罗斯客机上月底在埃及的西奈半岛坠毁 造成2224人全部罹难 英国和俄国就基于安全考虑 先后停飞了来往沙姆沙特赫伊机场的航班 俄罗斯官员更预计数月内不会恢复航班服务 估计埃及每月的经济损失将会达到2.8亿美元 埃及旅游部长就认为 当地旅游业要绝处逢生 便要考虑推动国内旅游和放宽对北非旅客签证限制等等 减低空难造成的经济损失 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响应了 国内运动员被指大规模使用禁药事件 普京星期三就到索契探访了一个体育中心时表示 会要求体育部长穆特科就指控展开内部调查 又强调反禁药是迫切问题 但诚实的运动员不应该受罚 穆特科就强调 俄罗斯运动员都是诚实以及清白 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参加奥运 世界反禁药组织早前就发表报告表示 指控俄罗斯为运动员提供兴奋剂 建议禁止俄罗斯田径选手 参加明年里约热内卢的奥运活动 在台湾马英九总统就认为大陆与台湾在马席会上都得到希望产生的效果是两岸的双赢局面 他希望将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两岸现状交给下任总统 希望对方继续做下去 马英九接受传媒专访时就表示 无论谁当选总统都要面对两岸关系 他说过去七年多以来与大陆达成了两岸之间 台海现状是可以稳固的基础 两岸和平繁荣是成为事实 马英九就表示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变成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发展得很顺利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就无法预测是否能够维持现状 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名八岁的男童 涉嫌打死其一岁的妹妹被控谋杀 暗中死者一岁的凯尔西 头部以及身体是多处的受伤 死于严重的内出血 案发于上月十日 死者的26岁母亲与朋友在接近午夜时 到夜总会进行玩乐 独留了六名儿童在家中 由当中年纪最大只有八岁的大哥哥进行照顾 警方就怀疑凯尔西不停的哭喊是触怒了大哥 被殴打致死 其母亲在凌晨约两时回家 直至一日早上十点半才报警 当时凯尔西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 亚拉巴马州并无司法起诉的最低年龄限制 警方就认为男童的行为残忍 决定控告他谋杀 男童目前由社福机构进行看管 而其母亲因为疏忽照顾子女而被控过失杀人罪 关注完了药文再来看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隔晚美股偏软 港股五连跌之后 横指今早市高开125点爆在22,477点 国企指数高开45点爆在10,290点 兴致事前录得共2亿元的成交 股价高开2.5%爆11.68 腾讯高开1.3%爆在153.5 中移动高开1%爆91.2 中电信高开1.3%爆3.99 事前的成交活跃 外电就引述消息指出 欧洲央行正在研究扩大量化宽松买债的计划范围 欧洲央行于今年的1月就推出量宽 计划到明年9月买入过万亿的欧元国债 由于启动买入国债之后 欧元区的经济只有路德温和的增长 欧央行正在迫切的考虑是否将量宽进行加码 路透就引述消息指出 欧洲央行正在研究将市政的政债和地方债 是纳入了买债范围 但由于现在的距离12月会议时间是十分太短 未必能够全面的推出买入市政债和地方债的计划 可能在明年3月全面的推行 消息指出 虽然市政债的风险较高 但有国家政府支持 路透社早前就引述了四名欧洲央行管委会委员指出 央行内部已经形成了共识 下月会议将会减存款利率 德国财长就表示高度的尊重央行的独立性 但警告央行决策者 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刺激 来削弱各国改革经济的相关意愿 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10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为1.44万亿元的人民币 按年升幅放缓至8.7% 当中部分地区商品的房销售是有所回暖 带动了房地产营业税显著的增长25.3% 证券交易印花税是急升1.2倍至129亿元 至于进口货物的增值税 消费税以及关工税都有所跌幅 上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近1.35万亿元 按年升36.1个百分点 较9月增速高近10个百分点 并创下了40个与来的最大增速 1至10月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7% 支出也增长18.1% 财政部就指出 经济仍有下行压力 加上结构性的减税以及普遍减费等影响 今年余下两个月 财政收入增长仍然面对不少的困难 意大利最大的银行 预信银行将大规模的进行裁员 预信银行计划在2018年裁减1.82万个职位 占公司整体员工的约1成4 新次裁员就涉及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员工 其中6000个职位是透过出售乌克兰分行 和出售合资公司先锋环球资产管理得以减省 银行又指出将退出以及重组业绩不理想的资产 预计银行上期成立是倒退三成至5.07亿欧元 另外外电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瑞幸集团今天开始在伦敦裁减约200名的交易员 大部分被裁减的职位是属于构定收益部门 美国苹果公司日前公布 2017年中前在爱尔兰开设1000个新的职位 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就表示 决定不受欧盟对爱尔兰税务优惠裁决的影响 一旦开设职位决定落实 苹果公司届时将有约6000名的员工在爱尔兰进行工作 欧盟去年指责爱尔兰政府避过国际税务的惯例 向苹果等大企业提供税务的优惠 令苹果等企业可以少交数以10亿美元计的税款 确保爱尔兰的职位不致流失 欧盟向爱尔兰就进行调查以及做出素材 而另一方面有报道则指出 苹果公司正在与美国的多间银行进行商讨 透过iPhone进行P2P的交易 预料将与PayPal Google Facebook 以及其他的支付服务是构成一定的竞争 好了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3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感谢您收看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